晚上我真写文案的 突然就听见敲门声 我心里这撒一面这大半夜的 我打开窗户一看是警察叔叔 要检查身份证 我赶紧到包里拿着身份证 我行都赶紧检查呀 但我突然想起来 这怎么半夜检查身份证呢 我一想有点害怕没敢开门 转过头拿出手机把录像功能给打开了 我准备把身份证头窗户递出去 手机录像也是为了防患与未然 警察叔叔看我录像说放心 我们是正规警察 还提醒我说这条街酒鬼多让我注意安全 我说太感谢了 太感谢了 我赶快关上了窗户 因为已经半夜11点了 虽然是警察叔叔 但刚才还是有一点害怕呀 第二天岛上我早早就走了 刚没开出多远就到了唐古拉山脉 这里漫山遍野都是白茫茫一片 我有点担心我的零号材油和水箱能不能扛得住啊 正在这时还遇着堵车了 这乌楼偏风连夜雨的 我就赶紧拍我的侦察机去全方查看 这要是时间长了 我这水浆和油浆不都动了吗 到前往一看 原来是在修路 那我估计很快就好了 我刚补充了点能量 阿姨就过来说可以走了 那就出发了 这一站长江的源头 陀陀河